大家好,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 欢迎收看关节行不行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哪些人的人工关节容易感染 要怎么样来预防 69岁的许先生 他在上个礼拜来到我的门诊 那他在6年前呢 患了人工膝关节 手术也很顺利,恢复也很快 但是在最近一个月呢 突然觉得他的膝盖就肿了起来 然后就到了我的门诊 那在门诊我看呢 原来里面已经有积水了 但是抽出来不是只有积水 里面是化膿 所以是一个人工关节感染 所以我就马上帮他安排了 住院,然后手术 还有抗伤术的治疗 人工关节手术是一个成功几率 非常非常高的手术 满意度也非常高 但是呢,换完人工关节的病人 有1%的机会 会有人工关节感染的现象 那人工关节感染以后会非常难处理 包括需要住院好一段时间啊 可能需要再次手术的治疗啊 要先把人工关节移除 然后等到抗伤术治疗高一段落才能再装新的人工关节 所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是要知道 要怎么样预防人工关节感染 那些人的人工关节比较容易感染呢 接下来我整理了6大危险因子 来跟各位分享 第1个危险因子是肥胖 肥胖的人呢,身体里面比较呈现一种发炎反应的状态 那这些发炎反应的状态会让你免疫力下降 所以会有助于细菌的生长 所以你的人工关节就比较容易被感染 而且肥胖的状态下呢,手术也比较难开 手术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点 这个也是增加神功关节感染的一个因素 那其实肥胖不只会造成感染 它其实会造成更多并发症的产生 例如说心脏病啊,中风等等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如果可以在手术前 可以把肥胖的体质把它稍微控制下来 把体重控制在比较标准的范围来进行手术 手术是会比较安全的 而且可以减少感染的机会 那第二个危险因子是抽烟 有一次病人手术后回到病房 就一溜烟的不见了 我以为它恢复得非常快 一下子就出去活动了 结果原来是跑到医院外面去抽烟 那目前呢,抽烟并没有明确的研究显示说 它会增加人工关节感染的机会 但是呢,抽烟它会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 会让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 会让骨头比较不容易生长 所以它有潜在的危险可能会增加感染的机会 根据研究 如果在手术前可以先戒烟四到六周的话 身体的免疫力可以回到比较正常的范围 再来进行手术是会比较安全的 第三个危险因子是酗酒 如果你平常喝酒比较过量的话呢 最好是在手术前四到六周也可以先戒酒 这样可以让麻醉和手术都比较顺利进行 你的免疫力比较好,也可以让伤口可以比较顺利的愈合 第四个危险因素是糖尿病 有糖尿病的人或者是血糖过高的人 他在手术以后伤口会比较不容易愈合 感染的机会也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接受人工关节手术 最好可以把糖化血色素控制在8以下 或者是饭后血糖可以控制在200以下 再来接受手术会比较安全 可以降低感染的机会 第五个危险因子是贫血 如果你有贫血的现象 平常常常头晕 或者是你的血红数 女生小于12或者是男生小于13的话 就要小心是不是有贫血的现象 贫血表示你的身体状况比较不好 也有可能会增加感染的机会 如果有贫血的现象又想要接受手术的话 可能手术前要先找出贫血的原因 那在手术前也要先预备看是不是有需要输血 这样才可以让手术会复比较快 也降低感染的机会 第六个危险因子就是有风湿免疫疾病 例如肋风湿关节炎 红半性狼藏等等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 有这些疾病的人呢 本身免疫力也会比较差 而且如果你有在接受肋固醇啊 或者是免疫调节剂的治疗啊 通常这些都是会增加感染的机会的 所以在手术前呢 可能会有某些免疫调节的药物 需要先停药一段时间 再来接受手术 那至于哪些药需要停药 哪些药不需要停药 这个就要跟你的风湿免疫科医师 或者是骨科医师讨论以后 再做决定会比较好 如果你有以上的危险因子 请你一定要在手术前 跟你的骨科医师讨论 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再来做手术 手术后的感染机会才会降到最低 效果才会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关节行不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